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就是昨天 前天 反正某一天去保雅的戰利品 因為我好久沒去逛保雅 老實說我以前 還蠻常去逛的 然後後來 因為保雅離我們家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就變成不太常去逛 因為畢竟家裡走幾步就有去城市 都抗室沒什麼的 然後就是前天 還是昨天我忘記某一天 反正去保之後 大驚喜了一下 因為我發現實在太多品牌了 然後進去裡面有一種走不出來的感覺 幾乎所有的開店是品牌 你都可以在裡面找到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東西 我不小心結帳就花了兩千六 還是粉絲兩三千塊 好,那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來拍一個我在保雅買什麼的影片 如果你們也想看的話 好,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瞎買了什麼吧 OK 首先呢,第一個是 我第一個進去一看就看到這一個 這個 Kiss Me的睫毛膏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我自己也是 唯一在使用睫毛膏之一 就是它 但它現在新出了一個玫瑰棕的顏色 它是咖啡色的各位 我之前就好想要買咖啡色的睫毛膏 然後 我不知道,其實我其實是在日本的時候有看到 但我這次去保雅 我就是覺得 我應該要買它 所以我就買了 包括我今天的眼妝也是用這個 咖啡色來上底妝的 然後其實我已經打開過它了 然後Kiss Me就是很厲害 它就是 又防水 然後幾乎不太暈 然後 可以支撐 就是它捲翹力很夠之外 然後它卸妝溫水可卸 就不用卸得這麼辛苦 好,給你們看一下我的刷頭是這一種的 比較粗礦濃密型的 好 那目前使用上來就是 顏色我覺得它是一個 不會太深 然後 又是很溫和的咖啡色 看起來是有精神 但是眼神 看起來會更加溫和更溫柔一點點 看起來不會很銳利 所以 我終於買到這支了 我覺得我應該早點買它了 明明去日本的時候就可以買到 買Mimibox 買了這一個氣墊唇膏 我今天就是擦這個顏色 它是這樣 有點氣墊的感覺 然後 要壓顏色的時候 就壓上面這樣 然後它就會 有擠出來新的 那我今天擦的顏色也是這一個 嗯 那我個人蠻喜歡它這個顏色的 就是橘色調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愛橘色系彩妝的人 包括我的唇膏 呃 腮紅我都很愛用橘色 因為我本人就是 呃 有點黑 所以我喜歡有點橘色調的感覺 然後 還有 這一個 這是 其實這一支是 我在 信義區的 莎莎買的 但我後來發現 寶雅也有 也就是像最近很熱門的 露華農 HD 超霧感唇釉 然後色號是 655 午夜熱紋 這個顏色很多人在 呃 IG上面都有做分享 我也是看了大家之後被生活 然後去買的 但是它的顏色對我來說 來我試試給你們看 是比較 鮭魚粉的顏色 比較粉紅一點點 跟我想的顏色有點不一樣 我以為它會更深一點點 跟露華農比起來的話 我還比較喜歡他們在 就是Pony買的這一支唇膏 它是偏 有點橘色調的 這樣 反正我個人就是 對橘色很偏心啦 好像塗了歪歪的 反正你們看得出來 兩個顏色就好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Pony這一支 然後 呃 這三支的質地 我覺得都有點像 都是有點霧面的唇彩 然後它沒有非常光亮 但是都非常好上色 然後均勻 度也很夠 也 就是 三個顏色就是也屬於有點 呃 乾燥玫瑰花色系 試色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呃 這個是 按照順序就是 這是露華農 然後就是Pony 然後就是Mimi Box 其實三個顏色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如果硬要選的話 顏色我個人就是偏心橘色的Mimi Box 好 然後接下來是我買的面膜 我是一個機器幾乎每天都要敷面膜的人 如果不是每天大概就是兩天一次 所以我面膜用量非常大 然後我先買了一個這一個 路德青的水火寶石面膜 這個我之前就有用過 只是它的單價衣服都很高 但我在保亞看到說它是買5送5 然後價錢好像399 就是比之前一般還要便宜 之前好像5片就299還是399了 然後我看到它在特價 所以我就買了 另外一個是 我也沒用過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裝實在太可愛了 然後我就買了 其實這個是我的美麗日記 嗯 之前有用過很多他們家面膜 其實也沒有說不好用 但也沒有說非常有感 但這次又是因為他們的特價買 一送一 我買一個金掌化 配一個玫瑰的保濕 就來敷敷看囉 因為反正我每天都會敷 那如果好用的話再跟你們說 第3個是隨便買的一片面膜 是雪芙蘭 因為我看到這個雪芙蘭 我就覺得哇小時候我媽超愛用他們的乳霜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好像就是一個老四號的品牌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保濕面膜來試試看 一片才19塊還是29塊 嗯19塊吧 就是很便宜 我就買來試試看 然後我今天在屈城市也買了兩款面膜 我現在已經開始用了 因為是我前天 就是比逛保雅 前幾天我才去逛屈城市 反正這片是開架 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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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的 就是 購物分享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一起分享好了 就是這一個黑面膜 我每次敷這個呢 我男朋友都會被我嚇到 就是sexy look 然後買了個亮白的 跟一個保濕的 我個人覺得他們兩個還蠻好用的 呃 亮白的我比較少用 只是因為最近剛從杜巴回來 所以我才買了一盒 不然我其他的 呃 面膜一定都是保濕 我沒有別的面膜 就是保濕 偶爾會有點控油 那我就新買這個 我覺得它還不錯用 可以推薦給你們 我又買了一片 潤基金的面膜 也是在保雅單片買的 好像也是一片 二三十塊吧 因為我之前就是我朋友推薦我潤基金 很好用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跟大家分享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 跟 就是sexy look 一起 在屈城市買的是這個 尼盡斯的保濕面膜 這個是單價很便宜 所以你每天敷都不會心疼 然後是大力推薦給我的保濕面膜 因為本來就是尼盡斯的粉絲 所以我就 一直都有用 一直都有買 嗯對 反正沒了就會補貨 然後它這次出了 就是升級版的 就是更服貼 我也覺得更好用 也是跟大家分享囉 然後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啊 說是 它的旁邊打說 保雅限定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別的店買不到 但是我是沒看到 因為它是一千ml的 超大的潤髮露 然後它的味道是 我很喜歡木質香調 就是它有寫出什麼 它有黑莓啊 然後色香啊 喔我看到了 前衛是葡萄又黑莓 中衛是黑醋莉 林蘭莫莉 後衛是色香跟雪松 完全都是我愛的香調 所以我就買了 而且它這個香味真的好香 我真的好喜歡 等我的西髮爐用完之後 我也想要去買一個 這個的西髮爐 因為我是剛好潤髮爐買完 我就買了 而且一千ml也超大的 最後就是 在保養你知道說 美妝啊 日常用品之外 還有食品區 然後 我又買了一些 吃的 首先是這一個 辣牛肉湯麵 我看到就說 我超想買的 因為就是我很喜歡吃的一個口味 還有一個是 就是 提斯拉麵我也很喜歡 但是它是賣一整包的 如果我買一整包 我會被我男朋友罵 所以我就買單包 就買這一包辣牛肉湯 然後通通藏在我的櫃子裡面 某一天二的時候 才能出來煮 這個真的好吃 推進給你們 然後還有這個 大家應該要不要陌生 在包養買得到欸 因為我之前 去韓國的時候有買 然後每次我朋友去韓國 我可能都會拖他幫我買劑 就是拖他幫我買這個軟糖 就是養樂多軟糖回來 然後 我居然去保雅 所以看到了 然後我就嘴餐也買了 然後我還看到 它有賣別的口味 除了就是 正常的多多口味之外 這是蘋果口味的 然後它有出 雪碧口味跟維他命C口味 但是我就是 只買了這兩口味 其實我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不會亂購物的 最後就是我買了這個髮袋 就是保雅很多 就是髮飾品 髮圈髮 髮 髮 髮髮 你想到的髮類它都有 然後我就逛一逛 我就買了這個髮袋 我覺得這顏色超可愛的 我來試帶給你們看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復古 很不錯喔 那我今天的衣服還剛剛好 然後這個髮袋大概 大概多少錢 139吧 我盡量不要看價錢買東西 但是我就不小心買2000 快3000塊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快速 就是跟大家做個小分享 因為我就是剛 就是剛在成立東西 我想說 好像可以來錄一片 就是我的 戰力品文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 今天也會很短暫吧 那如果你喜歡看任何主題 你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或是我講話速度太快 你們也可以跟我講 我沒有按任何加快鍵喔 好 可是我每次講話太快都會打結 這是我的壞習慣 好 那下次見 記得訂閱我們 會不定期出一出各種的 奇怪的影片 或是美妝 或是彩妝 或是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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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長時間 去掉 你 為甚麼 你 不止 不止 你 你 不止